我們今天來介紹一下 如何拆鋁線 因為很多可能客戶 跟我們買的樹 多少還有一些鋁線 在上面維持它的外型 所以我們今天就做一支影片 去教大家說如何拆鋁線 老闆我們會用到哪些工具呢? 我們需要一支剪刀 剪定剪 因為拆鋁線比較容易讓剪刀損壞 所以其實也不要用太好的 剪刀 老虎前你可以直接把它做剪斷的動作 或者是說跟剪刀的作用其實是差不多 就代替我們的手指頭 不夠力量的地方 我們夾住扭轉它 號數比較大的鋁線 我們就需要用這個 注意看它的剪刀的刀刃比較短 然後比較厚 它比較粗一點 適合用來剪大號的鋁線 老闆我們要怎麼判斷拆鋁線的時間呢? 如果說像它這個 盤的比較緊的 原本是服貼在樹木樹枝上面 因為樹枝變粗大了 就需要把它拆除 不拆除的話 久了之後 裡面的木質化的地方會壞掉 風吹過來 很容易就是會把它吹斷掉 就算它沒有斷 它也會變得很醜 它有傷口 它會修復 然後就持續地長大 所以它會腫起來 一圈一圈像天天圈這樣 老闆 那拆鋁線的第一個步驟是什麼? 一般我們 採鋁線一定是 粗的先上 然後大號數的 鋁線先上 然後再來才是換小號數的鋁線 所以相反的 我們今天要拆鋁線 它一定是優先是從小號的先拆除 細的樹枝會先長大 咬緊 然後我們現在就來 拆除我們的鋁線 一般鋁線的尾巴 我們會把它收緊 因為有可能你在折的那個過程 它可能會把鋁線鬆脫掉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情 把它稍微撞開 然後拆鋁線跟產鋁線是一樣的 需要你的左手或是右手 要去固定住 我們要產的目標 然後鋁線要把它抓緊 不然很有可能會被你折斷 或者是搖晃過程當中 從肌部這邊斷裂 這鋁線是小號的 所以其實它很軟 所以我們用徒手拆也可以 然後在拆的過程當中 就是盡量要去保持住 我們留下來的那些牙 才不會就是不小心將它撞斷 然後現在可能 那空間比較小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將它剪斷 剪斷之後 我們再把那一頭 把它調整開 然後當我們拆到一部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搖一下它 我們就可以找到說 哪一隻樹枝跟著你在咬 就表示說 這是它的另外一個支點 如果說你一直持續這樣拆的話 你如果沒有抓好的話 很容易 這一隻就會被你搖斷 所以我們現在 這一條拆掉一部分之後 換我們要先拆這一條 我們就一樣的方式 夾住它的鋁線的尾巴 另外一隻手 將它扶著 用手腕的力量去拆 記住一定要扶住我們的樹枝 你看我們現在在動的時候 另外一端它也會搖動 所以我們一定要扶好 不然很容易就是 鋁線拆下來了 你的樹枝也跟著你下來了 然後像現在 只剩下一點點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剪掉 我做一下錯誤的示範 讓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們持續不斷 從這一條拆到尾巴 另外一條它一直是 跟著我在動作 你看我現在才拆到這裡 另外一隻跟著我連動的 它就一直在動 你如果持續這樣拆的話 其實它很容易斷掉 所以我們正確的拆鋁線的方式 還是要由外圍 往裡面 我們這一顆的成型度 其實已經蠻高的 所以其實 不是很好出手 都要很小心 如果說像 成型度這麼高的樹木 其實我們還是建議 就是用 剪的會比較安全 因為你用剪的 它比較不容易去 損害到其他的樹枝 但是用剪的 它的壞處是 你如果剪成一段一段的 它其實沒辦法重複利用 老闆 拆完鋁線後 要再重新上線嗎 鋁線 太久沒拆 傷害太深 過了頭 它有可能會 往下垂 或者是說 你太早將鋁線拆掉 它有可能裡面的木質部 還沒有定型 然後我們就做一個 反殘鋁線 或者是說 順殘鋁線 但是不壓住傷口的方式 去 將樹枝重新調整 定型 老闆這些廢棄的鋁線 可以重複利用嗎 好問題 假設我們剛剛 一些鋁線 是用手殘 不是用剪刀 把它截斷的 像它如果有一個長度的話 其實我們都還可以再利用 或者是說 發展大的話 其實都還可以做一些 小區域的殘繞 以上就是 我們這個禮拜 拆鋁線的教學 然後如果有想要看更多 樹木相關 或者是我們觀光部相關的影片 歡迎下方留言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